今早一家大小 我們請來Edan 呂象安 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我是Edan 呂象安 早安 早安 今次為著新歌 東奔西跑 宣傳來的這首《月光奏名》曲 但我想始終有一些日常生活不斷發生的東西 都會難免逃不出Edan的發言 即是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中一件我相信就是這段時間 當然大家都一窩蜂在看奧運的演出 沒錯 奧運這個熱潮雖然說每四年一次 但運動的東西從來都是藉由大家的心中 有什麼運動項目對你來說會注意到或特別喜歡 首先自己很喜歡打籃球 所以籃球一定是我的其中一個最關注 特別是美國隊 因為我都是NBA的Huge Fans 所以會覺得美國隊的這個陣容 有今生沒有來世 因為你平時NBA看到這個陣容在明星賽 但他們不是認真打 他們都會怕傷害 都是娛樂成分多一點 對 表演性質多一點 但到今次你會看到 哇 他們是背負著國家這個名義 真的認真打的 不可以輸的 輸了被人笑的 所以是一個很高強度 最強的籃球員在一個高強度的比賽 認真發揮 我覺得這件事對籃球迷來說是一定要看的 還有LeBron Dorana Curry都老了 下屆四年後應該就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 絕對要關注 另外就是 我所有香港運動員的都會關注 是 我昨天 即是今天是昨天 即不是出街多天 即是早前 早前 我都看了 首先是何思培 100米那個 拿了銅牌 很厲害 但真的秒數差很少 看到他跟第四名差0.01秒 還有看了羽毛球 打台灣 還有劍擊當然也有看 我覺得這些 一定要支持香港 看到你也支持我們本土運動員 江文維 Vivian 即是當他拿到牌的那一刻 真的大喊出來 在你的社交媒體當中看到他 那種開心 因為我覺得最厲害的 他真的有逆境 本來最初是輸的7比1 即是大家都會覺得沒有了 因為15分就已經結束了 而且我們外行人 總會覺得 哇 哪是這麼容易啊 一定很難 因為他每次只有3分鐘 然後你15分 已經在輸了6分 然後這種類型運動 雖然我也不是很熟悉 但是你也知道 一定是你來我往的 即是很少可會有一邊 壓倒性 繼續拿分 你很少會看到這樣的東西 但真的看到他慢慢追追追追追 追到10比10 哇 真是覺得 好 即是come back 很神奇 還有張家朗那場也是 都是 我都不太記得 但是對方好像已經14分 已經差1分 我們都好像還在輸2分 但是都被他硬追回來 所以 呃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不單止壓力 反性那種韌力 都是猜不到的 沒錯 那當然 譬如剛才Edan說 如果說到劍擊 不是我最熟悉的項目 但是你的室友 就是最熟悉的項目 沒錯 Ryann 蔡俊賢 因為他本身自己也是一個玩劍擊的項目 但是你跟他之間 那時候認識就是因為失誘 跟他認識這段時間 或者是否以往 譬如說那種劍擊 一定是想起他 甚至 你跟他以往的相處是怎樣 嗯 嗯 首先 跟Ryann 蔡俊賢 就是在大學的時候 住學時認識 那 其實看到現在的他 跟當初的他 都很大分別 嗯 因為 呃 當初的他 就是他本身是一個 就是 不是很說話 很cool 就是你一看下去 覺得他好像很囂張 好像 呃 好像 有點高傲 對 好像很兇 對 第一印象全部都是這樣 但是誰知道 你一跟他說話 就發覺他這傢伙 愚出驚人 就好像 就是 傻傻的 其實是搞笑的 有種 有種幽默 但是他的幽默不是 那種 他又是有一種 他很獨特的 好像 就是你會覺得他很可愛 或者覺得他很傻仔 嗯 就是跟他有一個反差 是 那所以那時候 就 就是他又跟我是相約 很快就成為了朋友 嗯 他那時候 那時候都已經一向是要繼續出去練劍 就是 整天讀書 也好他中間都要出去練劍 那去到後面他簡直是 就暫時不讀著 專心去練劍 嗯 那 所以 嗯 一直都 偶爾都有聯絡 因為我 我都 我不是一個很 怎樣形容呢 我不是一個很主動聯繫朋友的人 老實說 嗯 他都偶爾偶爾出來啊 玩啊 什麼啊什麼啊 那我有時候都不會出去 或者這樣 但都有時候我有見面 但是他 就是我 我真的交心 或者認真的 真的認真的朋友 都不算很多 對我來說 但他都算是我其中一個 真的 大家都會 就算很久沒見 都會 catch up 互相支持 互相說近方如何 就是很信任對方 是 那所以 嗯 那這次看到他在這個 平術的 這個 界別 突然間 爆了出來 我都 真的覺得很搞笑 哈哈 因為我不記得 前兩年還是什麼時候呢 他有一段 都是 我忘記了 是什麼來的 都是大家很專注努力的時候 嗯 他都有打 他都有 突然間他很喜歡唱歌 他都常常開直播唱歌 是 大家都會看到 如果你有他的社交媒體 是啊 很多可愛的 他那時候都很出風頭的 哈哈哈哈 到這次真的被世人認識他的 他的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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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種膠味 但我覺得 我 那天第一次聽完他的評論之後 我都立即WhatsApp 他說 喂 說得很好 你說話聰明了很多 是 嘩 現在說得那麼流暢 以前不會 這樣 所以我都立即 說 你保持住 還有我也有看到他的評論 我都跟他說 你真的 不要管 因為老實說 喂 人家正職是一個運動員 人家從來 都不是一個評述員 你不可以要求他 懂得玩這個運動 就懂得說這個運動 對 人家是一個運動員 他的責任的職責 只不過是 解釋回他看到的事情 還有老實說 很多時候 一些運動 其實你聽完 一些專業術語 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你聽完都不明白 但是我覺得他做得很好的 就是他用他的方式 都已經很簡單 大家都大致上了解到其實 劍擊是什麼一回事 其實老實說 我本身都不會看的 那什麼進攻拳 誰進攻拳 誰踏腳 不是他說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怎麼贏 其實一般市民 可能都 不是吉祥就贏了嗎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有解釋得很清楚 再加上他那種 好像朋友一輩子看的那種平術 我是覺得很舒服 還有很有趣 所以 當然 他真的沒有什麼經驗去做這件事 有時候有些可能是在玩笑程度拿捏 當然 是要留意的 但是我覺得 真的很好 我覺得已經是給多一個 樹立了一個風格 沒錯 在所有的聽眾 或者觀眾心目中 講回以前 當大學的時候 你這位朋友就集中在他自己劍擊方面的發展 當時大學時期的Edan 你除了在讀書之外 當時你記得你是集中在哪一方面 可能你的科學活動 或者你喜歡做的事是怎樣 老實說 大學的時候我都不是很讀書的 我專注在玩宿舍的活動 包括就是跳舞 跟著夾樂隊 都是一些比較表演性質的東西 當時就 因為宿舍有那些不同科學的一個跳舞的表演 一個表演 當時我就很熱衷在各方面 我都是PIC Person in Charge 我負責管理的團隊 還有 也是因為這樣認識了肥仔 因為肥仔就是我那間科學排了很多年的跳舞老師 就是認識了他 即是那裡是基本上比賽之前已經相遇 是的 比賽之前 所以 那幾年的表演經驗 我相信都 都有負責到現在做的事情 除了跳舞這個興趣之外 當然在Edan出道之後 很多歌曲都牽涉鋼琴 這個很重要的音樂部分 那時候鋼琴對於你在以前的生活 它佔據的範圍 或者是時間有多少 鋼琴就是 我考完八級之後 就沒有再碰 大概中一 中二 就考完八級了 小時候是很不想學的 開頭 開頭 小小 很小 三四歲的時候 媽媽就問 什麼 要不想學琴 然後你自己摸雷摸 一定是喜歡 那三四歲當然說 好呀 沒所謂 當然是學想的 即是新鮮 三四歲 哪有獨立思考能力 這麼久有聲音 一定很有趣 當然是玩 但是 去到後面 就 因為 要經常練 還有他考試那件事是很沉悶 很一式一揚 因為很沒有彈性 總之你跟譜 就對了 唯一彈性一點就是那些oral 還有小時候 你可能都是想玩 想打球 想打遊戲 想做什麼 那你不會說 想練琴 想去 好笑 沒有真的成為到一個興趣 老實說小時候 很難有趣 鋼琴應該說 所以媽媽也是 不要理會 你一定要考完八級 所以都是逼著逼著 所以一考完就馬上 不要碰了 放棄 脫虎海 所以鋼琴真的是 直到我參加全部的 《造星1》才拿出來的東西 嗯 那時候心想 幸好當初有這件事 所以 是這樣的一件事 所以 都沒有想過 鋼琴會突然間成為一個 自己的一個 多重要和適力罪的一件事 既然說到一下完八級 那時候 有一種真的脫虎海的感覺 到之後 你也形容了 在比賽期間 發現原來 幸好當年 家人有逼自己 學過鋼琴 在音樂方面有一種 叫做特場的地方 而令到你之後 在音樂的發展 會更加順利 那時候 在學鋼琴的過程當中 既然都說 不是真真正正正 很喜歡的時候 有沒有曾經很接近放棄的一刻 或者敢不敢放棄 不是曾經接近 是不斷想放棄 是不斷跟媽媽說 可以不要學 不如 因為 小時候媽媽也是嚴格的 都經常會因為練琴這些 學琴這些 會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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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真的不想學 我又不喜歡練 我又真的經常不練 經常不練 我經常趁媽媽去上班 還是出門口 我就在家裡偷偷打機 練完 等她回來 我剛才練了兩小時 即是沒有練過 又或是差不多時間 就在琴上 聽到尾 還在練琴 沒錯 但你每個星期都會學琴 每次都會學琴 一天才好像假練 當然練出來就不會好 老師就說她好像沒有練 你不要浪費錢 其實真的在浪費媽媽的心血和錢 小時候不會想 小時候就會 就會吵 就會喊殺 甚至說不如不要學 但媽媽也說 不行 一定要考上八級 所以都無限次嘗試放棄 但也很幸媽媽就 逼我要堅持 雖然說媽媽以往都曾經跟你有 因為學鋼琴這件事 而所謂有小小的艾紗 但你會明白這種詞 都是出於家庭的愛 大概就明白 大概就很幸運 所以 我也覺得有些時候 其實這個話題 牽涉到育兒的話題 怎樣教小朋友 怎樣是一個適合 其實真的很難說 很多時候會說 小朋友可能西方一點 給他自由 喜歡就學 不喜歡就不要學 自由一點 但是可能 因為無可否認 就是小朋友的心智 和想法 真的未必 像大人 當然沒有那麼成熟 所以 都很難拿捏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學問 但當然不同性格的小朋友也需要不同的方法 所以 我就覺得 慶幸媽媽有逼我 慶幸我的承受能力也能承受到這些 當因為音樂 或者當因為學音樂 而和媽媽有喊撒的時候 當然 大家會很認識 Edan 包括你的社交媒體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項目 例如他喜歡什麼 其中一件 經常都會在Edan的社交媒體 看到你家人的出現 其中一個就是 你最愛惜的妹妹 以前在你和家人的相處當中 妹妹的角色 是一個怎樣的角色 妹妹的角色就很深刻 就是 因為 我經常都要偷偷地打機 因為家人不讓我打機 所以有些時候 媽媽不在家 就打機 跟妹妹說 千萬不要跟媽媽說 然後 當晚媽媽就 你幹嘛打機 然後 我妹妹就說 媽媽你都說 都叫了你不要說 我妹妹就馬上跟媽媽說 媽媽呀 剛剛打機 不過你千萬不要跟她說 是我說的 我妹妹都應該參加交戰 真的很適合 小朋友 小朋友 很可愛 很好笑 還有妹妹的角色 就是一個甜心 就是家人的一個寶貝 看到她就會覺得很開心 很甜蜜 很可愛 就是她擺放些什麼烏龍 你都不會跟她有什麼喵撒 嗯 跟妹妹 喵撒 也會有的 就是 例如她 我跟她都差八年了 可能 小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我都其中一個 是其中一個管教她的人 是 有些時候她頑皮 我都會罵 都會說 但是她好像從來沒有試過 有什麼很大的爭執 然後是放在心裡 都沒有的 所以到現在感情都真的很好 所以我也很開心有一個 這樣的妹妹 對 所以我覺得作為外人 有時候見到Edan一家 所有的感情都很牢固 其實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對 我覺得家人就 就是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嗯 沒有說 perfect 但是我覺得 父母 或者家庭 不能選擇 是 而家人對你這麼好 你一定要 感恩 而且一定要 對他們好 是 我覺得 現在 老實說 現在這一代的人 跟上一代的人 可能好像時候想的都不同 他們以前的相處方式 跟現在都很不同 例如可能很typical的 就是亞洲人 相處模式 跟西方都很不同 就是 父母都不會跟你說 I love you 可能很多時候都是用話的形式 是 為什麼你做得不好 為什麼做得不夠好 很多時候都會用雜備的形式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普遍 亞洲人 一個 家裡的一個問題 一個文化的問題 嗯 那你很難 一時三刻 要 父母要突然改變 老實說 因為他就是這樣長大 他的環境就是這樣 他就是那一套 但是 現在我也是 在摸索 一個最好的溝通方式 可以真的 大家溝通多一點 了解對方多一點 講到自己心裡講的東西 大家都大過了 大家都 可能可以換一種形式 未必是以前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 要大家花費一些時間 用心機力氣去處理研究的東西 所以家人看到你和阿妹 一直都在各方面都繼續努力成長 也是一個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回報 而當然對於支持你的樂迷來說 你出的新歌就是對他們的最大的回報 所以聽到這裏 讓Edan嘻嘻先聽聽你的新歌 就叫《月光就鳴曲》 《Moon Knight Sonata》 《E-minor》這首歌曲 稍後回來 一家大曬 繼續有Edan 一家大曬 有我們這家人陪你嘻嘻哈哈 馬上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